好 很多東西特別 一連一度請Horace上來講一下金像獎 我們不是猜哪個獎 我們分析一下 討論一下 當然是你心碎 都是那句一直拜讀你的文章 一連一次這樣在 不是一連看一次 每天都看的文章 金像獎 一連一度討論 今年照舊 講一些現象 很多人都想講 提一下 呂佩先 呂佩是否最容易猜猜 呂佩是否最容易猜猜的 我們先看名單 我快點數 金燕寧 不逆成婚宜 梁雍庭 百日之下 偉羅沙年少日記 楊詩詠 獨是大狀 廖子余 獨是大狀 梁雍庭最近我又獲獎了 所以呼聲最高的確是他的 我自己如果你說這五位裏面 他的表現最突出的確是梁雍庭 八日之下其實都是靠很多有實力的演出 但他做那個遠右的角色是很難演的 還有有時候你會覺得要演一些有身心殘障的角色 可能會很over 當然很eye catching 但他做到剛剛好那個位 他又不是所謂的賣慘 你知道真的很同情他的情況 大家都想幫他伸一下冤屈 另外幾個位置 今年齡大家也知道戲好 但也未必在這個位置 很突出很突出 大家想給他一個獎 不過成婚宜裏面的婆式關係 算不算太狀態了 沒有什麼位置讓他發揮得到 他的正常表現一定是好 但你說會不會在這個位置給他獎 可以這麼說 成婚宜裏面寫出來給他發揮的篇幅 我覺得又不算很多讓他發揮到 但沒有了他又好像失了很多分 金燕齡的作用就是這樣 是的 但未去到一個救全家 是的 韋羅沙甘這一兩年都是他 大家如果有看舞台劇 都很欣賞他的演員 電影界他叫做小爆發 然後全世界都有電話 然後有年少日記 他做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 其實我喜歡電話多些 是的 因為他又要給他一種魅力 有一種小小的霸氣 有一種小小的霸氣 有一種小小的陰一點 好像知道你懂的東西 那種的心計 即是有一種以往是一起過的 是的 和周國賢 即是現在那種叫做 再面對回來的時候 那個感情是很複雜的 是不容易演的 尤其是舞台劇演員 可能他的訓練 和讀電影需要的元素 是有些不同的 但他摸到那個位置 年少日記 我反而覺得 在這個劇本裏面 令他有少許正常 即是一個很慘的媽媽 夾在爸爸和兒子之間 因為那個故事甚至被老公打 即是暗場表達 即是那些媽媽很慘的樣子 要你展示出來 那種對韋樂沙爾說 絕對是很容易的 即是那個級數的演員 都是很容易的 即是蝙蝠和取勝的問題 就沒有了他 即是穿桥地說 他最後會離開了這個家 沒有了他之後 即是怎樣描寫他之後的生活 沒有了 論勢力程度 對於他自己的演繹上 可能全世界都有電話 可能還有一個特色 在這裡就叫做 嗯 做到那個導演的要求 都大家 如果不太熟悉這個演員 都會 會記住這個演員 但就未去到最佳女配角的位置 其他兩個好像不用看了 都不是 其實讀色帶作 我覺得是 其實這裡有兩位 其實大家如果 我會選王丹妮 其實我就 因為這裡沒有王丹妮 其實如果讓我排 我連王丹妮都排在女配 即是我們會討論女主 其實王丹妮不是女主角 是一個女配 如果以戲份或者在戲裡面 去發揮的程度 其實她都算是女配角的角色 即是可以三個一起爭她 不過當然她怎樣提名 怎樣報名是另一回事 所以兩位都有好表現 尤其是廖子瑜 但是你說 是不是眼前一亮 大家沒有見過那種演法 又或者是 因為劇本大家都知道 即是毒舌大狀 很好 為甚麼呢 是討好的 大家掃了一些冤屈 但是裡面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令到大家覺得 描寫得很深入 是 真是那種 有很突破性的演出 又未至於 所以你說 《罪佳女配角》 這次真的很難 跟兩種抵抗 梁公廷就拿了很多 拿到獎 但是我覺得 其實都頗取決於 簡君俊 簡君俊的取捨 你好像說 如果一尾被侵犯 被傷害的程節度的時候 反而觀眾覺得 未必 那麼 比分這個演員 其實我覺得 哪幾場拿分呢 就是譬如說 他下口供的時候 經常都說不出 說不出自己的處境 受到甚麼傷害 第二就是 東智那場 城邰院一起 一起去做 一個東智的晚飯 反而那些場口 我覺得是拿分 多於他 被人侵犯的場口 當然不是 因為 我當然不是 只是看他被傷害的程節 其實之前 梁公廷出來的時候 就是藍天白雲 其實都是一個 小小有點像的角色 都很慘 被傷害 所以 在這個層面上 他不是沒有做過的 也做得很有說服力 但是這個角色就是 你有一點點心不健全 但是有時候他很可愛 好像有樂觀的心 對 所以 對著不同的人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很不同的 所以 看到這個角色雖然 不是很大 但是你見到跟不同的演員 都有對手戲 你見到一個層次感 這個 導演編劇安排得好 那個女配角應該是他的 應該都是他的 好 接著講藍配 藍配回來比較難一點 我覺得是 藍配 即我們覺得那個 猜不到是誰 我先說一下 有姜達衛八日之下 王子樂年少日記 李尚政死詩死時四十四 吳康仁但願人長久 謝君濠讀事大作 我們回到好像 王丹妮的問題 吳康仁其實是男主角 大家都知道 吳康仁 如果是 剛剛前幾個月出了 就是 香港的評論學會 就是他的最佳男演員 因為 評論學會就沒有主角和配角 你的演技好 你的角色配合得好 就是你獲獎 這個絕對是報名的策略 是的 康仁就擺在那裡 所以 如果用男配角的角度去考慮 我們有時候 配角有時候有個位置 就是你趁托主角出來 就是 外除了考慮自己做得好不好 也托不托到主角出來 吳康仁如果純純自己 即使看爸爸這個角色 他真的是無敵 所以他現在是男主角的位置 但問題就是 如果要托女主角的話 他托了六個女主角出來 都能做到 因為其實這套戲 是說爸爸和女兒的互動 但是 勉強一點就是 你分薄了 因為有六個女兒 變相 但仁祥那個其實是沒有女主角的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 但是譬如另外那幾個 就是男配角 就是很突出到那些主角 尤其是可能是最大的 其中一個我自己心目中 很大的競爭者 就是姜大偉 因為 《白日之下》是一個 你說很慘的世界 甚至說你追尋公義 都未必會得到 成果的一個世界 姜大偉就有個智慧老人的角色 也有時候有些搞笑位 也都給了餘香營 這個位置 真的做到他自己 姜大偉也突破了 以往做大俠 現在這個傻傻奸奸 又做到的 也都可以 將余香營推出出來 這個是 吳康人的角色 未必做到這麼大的效果 因為姜大偉的位置 所以如果 真的要爭 就是姜大偉和吳康的人 就是我自己心目中 我覺得姜大偉的演繹 我今天在想 是避免了全部演員 跌入一個 假裝很寫實的方向 其實他的演繹就是 我用回我以前 可能在少時年代 已經訓練下來的那種演繹方法 他現在飾演那個 既是一個寫實一面的 被拋棄在老人院的老人 也有一種很趕面特色 就是老頑童的面 很有趕面特色 那種drama的味道 姜大偉是領導大家 我覺得領導大家 就說 不要太過好像紀錄片 那麼寫實去演的 是有些drama 就有少少幽默 少少笑位放下去 我覺得 因為他除了和余香營的互動 大家最記得就是 胡鋒在那個角色 他那個淡淡的哀傷 他怎樣睡在床上 但對於他來說 他知道其實是日常 就是這樣慘 沒有人理會他們 於是又第二天 如果沒有人生樂歷 也沒有那麼強的演繹 是絕對做不到的 就是 胡鋒人在裏面 的確做到歌人君子那種 又想保護個女兒 但實際最後忍不住那種 那種掙扎在那裡 如果要講人生樂歷 始終就跟姜大衛那種 是相差一點 因為余香營自己也說過 我自己覺得有一場最感動 就是最後 雨中之前 即上車路之前 姜大衛就把自己的帽 交付給她的帽 我自己可能真的要拚在一邊 你再找不到我 你堅持了自己的路 余香營說 那個 比登武的設計 是姜大衛自己想下去的 我經常覺得 姜大衛以前也是導演 他懂得想這些 世衛一擊即中的感動位 我覺得是 你可以說 配角就是要配合主角 即是 未哭之前那一場 觀眾的情緒已經 表現了很高 不如補一句 剛才你講到姜大衛 和吳康人之間的比較 反過來 吳康人在這個表現上 其實是很強的 那個時候 我們的評論學會 為什麼會選了吳康人 就是 其實這套戲 靠他帶著六個 怎麼說呢 他不是用互動的形式 去推出六個路人的主角出來 而是 他要演一個 其實是憑空架空想像出來的角色 因為 大家聽竹志堅自己的說 其實這個角色 不是他自己人生經歷的 當然這個是虛構的故事 雖然是半自傳的方式 但是的確是虛構的故事 這個不是基於任何一個真真正正的人物 寫的 那吳康人 他拿著一個 半自傳 但實際上這個角色 要去的 他自己要整個人物建構出來 跟著也要演不同年歲 他要減肥 你看到他真的很瘦 也要演到老人家 其實不是他年紀的角色 其實那個難度是一個主角級的難度 所以我剛才知道要補充 補充 所以待會討論到男主角 如果有不可解的 會更難的 其他都要講一講的 其實我覺得謝君豪不是襯王子華 是和王子華有個 Camp 火花在那裡 我和你一個對立 我這樣演 你是不是要跟著我 還是和我一個對的去演 我覺得謝君豪 就不是姜大衛 佩儀香營的作法 就是和王子華有個 針鋒相對 王子華是冷的 謝君豪是靜的 詩詩文文淡淡定地 一句就要打死你 不過他的配角當然 也難度不高 對他來說 如果純粹以配角的氣氛來講 謝君豪在六舌大術裡佔的 可能一兩成 但其他另外的配角 大家看回名單裡 就知道佔重很多 這裏也是相對謝君豪沒有優勢的地方 他那種氣場 其實做任何他都能發揮到這個氣場 只不過獨立大術就是 很想奈種去這種氣場 就是法庭那幾場戲 強調了這種氣場 我覺得是 怎麼說呢 還可以去的 謝君豪 還可以去的 我會覺得姜大衛和不開人之爭 不開人之爭 現在就變成先拿了配角 可能將其他戲就拿主角 不如說說新人 新人挺有趣的 就是近年 小演員當道 是 小演員當道 鎖一鎖一鎖 新人獎 一人分離的吳冰 四拍四家族的陳樂亭 八月之下許月霜 年少日記的何柏蓮 但願人長久的謝永恩 謝永恩之前也拿過幾個獎 金馬獎也拿了 那你覺得會不會也是他呢 真是爛眼 有幾個年輕人 但其實他們全部都很年輕 很年輕 你完全看不到他們是 新人的那種 可能有少許清暱 或者是 有少許帶著一種 志氣來演的那種角色 甚至是吳冰 其實就是 從頭到尾的女主角來的 從頭到尾的女主角 所以是難選的 如果其他 金像獎選了五位 有些可能是黃紫樂 雖然他真的很難做 所謂新人 因為他已經做了很多戲 如果他加起來 就加了全小朋友班 我自己在這個場上 我自己心目中都還沒有選定 真的 其實我說少許謝永恩 在大洋場角裏 六個 當然你說頭一段 九七那段 兩個小妹妹 可能氣氛不多 但去到 107和17那段 謝永恩飾演 紫元姐姐的角色 其實很搶 甚至到最後 到導演自己摺回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有一個調節 調節回去 其實你很剛強的面 也有我的面 我覺得他做到複雜的 他自己的情緒做到複雜 例如面對爸爸吸毒 尤其是面對爸爸離開家 他那種就是 他有不憤 又不知怎算好 那些表情 難度高 也做得出來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其實他很像 一個湖南女仔 他也說過 其實他不是這個口音 他自己自學 最簡單就是 當2007年 他跟妹妹出場的時候 你覺得妹妹是差一點 妹妹是柏安尼的女兒 妹妹是不像 一個湖南女仔 反而他真的很像 當然唯一 他所謂舒適一點 他只是三分之一 一個 但我剛才也認同你的分析 他相對 其實年紀上也成熟一點 他需要那個角色的複雜程度 也高過另外幾位 我學一下年齡日記 他會比國師唱很多 另外四拍四 他又要學打鼓 又要表演 但都不是一個 大家一看到 立即很震撼的演出 其實四拍四都有其他新人 四拍四給我 那次做回自己的感覺 很勃勃的 勃勃的小朋友 所以未去到那種很驚喜 要演戲的層次 剛才說吳冰 大家可能由網絡年代 都看到現在 一個人分析 要自己的演戲 其實是有難度的 由網劇 你可能看片 十分鐘八分鐘 到你真的要做了那半小時 是有難度的 不過你會見到 例如我們 近來田子L 他也有演出 他還在用自己很本色的 青春活潑 有時有一點巴巴喳喳 又很聰明 冰雪聰明的感覺 一人分析 冰雪聰明的感覺 就是成也本色 但是敗 少少 瑕疵 瑕疵 都是他的本色 未豐富到類型 他做自己 如果本色遠出了都很好 但未見到 一套戲 由頭到尾 我覺得單靠本色不同 可能你五分四都是本色的時候 到最後 其實觀眾都很想看 你怎樣去扭一扭 怎樣說 原來你都是這樣面 你都不同的 但給我的感覺 可能一人分 你那個 仍未足夠經驗 對他們來說 就變得欠缺一些東西 我覺得是 所以 謝永欣 都是 同意你 同意你 OK 好 講完新人 講完新導演 新導演 我經常覺得 近幾年有很多新導演 有很多新部劇情片 第一部拍出的時候 我經常覺得不夠放 我經常覺得這個項目 是 今年呢 今年的 選了哪幾個出來 先 好 新進導演像 好 好 檢君盡百日之下 卓熱軒 年少日記 觸子煙 彈現人長久 五位輪 六舌大狀 你只盡地八 我的原意 其實有三部都已經是 今屆最佳的導演 是 是 是 問了你 你喜歡哪個 你選 很難選 原因是 你見到頭三部 是真是新人 另外兩部 其實在業界裏 都打滾了很多時間 吳永良 吳永良 做了很多年編劇 李朱進 之前拍過狂獸 現在做了副導演 很久 所以 見到一班真是 新鮮人 和有一定經驗的人 他們的取捨 就是 當時有時候選獎 除了實力之外 也有一個考慮 想頒給一個新人 頒給一些 有經驗的人 即是 不能再做新人 馬上給新人獎 是的 有少許這樣的考慮 如果純粹計獎的話 所以 我覺得這個獎 近幾年都有一個趨勢 就是 誰做了新導演 最佳導演 就是另一個 所以 一併可以說 最佳導演 我自己 那一年就會是 卓奕謙和 李梓俊之爭 這兩個象 都會是這樣 因為 如果計五套戲的完成度 我覺得 是年少日記 和 第八個業議員的 之爭 之爭 是 例如 八日之下 大家都知道 他很四平八穩 表現得很平穩 但 只有一點點 善情的傾向 明明是想寫實 但中間有少少善情 大家覺得 微微有些瑕疵 就是 深度可能 會不會不夠呢 但是 《願人長久》 我覺得是很有誠意的作品 但是你說 導演是否真的有很多 個人的風格 他 有些什麼很特別的表現 好像還不是 毒舌大狀 票房非常之好 亦都很討好 一般主流觀眾那種 我又想看一些娛樂 但也不是嘻嘻嘻嘻 是有些訊息的感覺 但是你說 是否整套戲 真是很有個人風格的表現 等等 又似乎 未必 反而吳偉倫 我覺得他以前幫 龍昭然寫的劇本 反而還有他自己的個人風格 那種感覺 這套戲 大家知道 也是指畫神一著的感覺 最後就要 說幾句 好好代表大家心聲的說話 那種是 觀眾想看的東西 他知道他交這個功課 不是說交功課那麼難聽 他知道這套片 觀眾需要什麼 做到給你看 但是他加多了什麼 這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但是剩下兩部 然後 尤其是讓大家看 很明顯 導演 由他一出來拍很多短片 參加不同的短片比賽 到現在 風格都是一脈雙脈 是 那時候我們自己嘗試開玩笑 香港買了岩井俊義 一個很 你說文青 但實際上 說了一代人 大家都知道 很多八九十 八九十幾的人 看到這套戲 是看到他很有共鳴 你說了一代人 就是 可能以前的填鴨式教育 或者家庭的約束 等等 他也說了很多 這一代人的社區 所以 無論是故事內容 個人風格結合也很好 第八個嚴刑 我覺得是 有些可惜的 我覺得是相對少 觀眾有看過這套戲 上畫的時候 好像無聲無息 無不討論就過去了 近幾個月 就是各項獎出來了 由阿鵬帶起 對 還有很多 其實這套真的是很棒 有人知道他 爸爸的片 但是也很保留到 香港電影的特色 裏面有幾場 就是搶劫案 裏面的人物那種 很dramatic的轉變 但是呢 他也不是那種 癲癲肥肥那種 哇 又要 失誠上面那種 那種 這些東西很修在內心 尤其是主角的角色 他過程裏面 真的 你又不是純粹一個 梟雄的角色 其實他也是一個小人物 但是去到最後 就是要自己 小聲匿跡 隱藏著自己那種憤怒 或者那種艱險 或者那種後悔 其實我想平安過日子 其實很複雜的那種轉變 其實最難的我覺得 第八月的影片就是 就是 我看回知道李子俊 其實都不是令人很大 是的 但是怎麼可以拍到 90年代的大陸那個 那個質感出來 這個是很厲害 還有他最後那場戲 大家知道 因為他很合法片 最後一定是這個 正義必勝的結局 但是他又玩到煙花那場戲 他想到這個處理 很微細的 會不會 很微細的那個位 會不會 觀眾會不會 最後竟然會同情 這個 男主的角色 但是 那個很微妙的 會引導你去同情他 但實際上 大家知道他一定是要復發的 即是那種很 即是在一個限制裏面 放到自己的訊息去 同時 在視覺處理上 有他一套 所以這套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處理的 一個劇本 即是《電視角記》 和這套 都是 又既然倒置 亦都可以有自己的 一些個人特色 所以我覺得 這兩個之爭 我都和你一樣 我都和你一樣 即是卓爾謙和李子俊之爭 但是 我們待會都會 回到最後講 最佳導演 真正的最佳導演獎 今節尾之前 也講了女主角 女主角 我們之前 在我很多時候都講過 其實今年湊夠五個 是很難的 即是我們未出金像獎 五強名單的時候 想來想去 他都是只有三個 加起來都是四個 怎麼變成五個出來呢 結果 剛才我們開頭的套論 黃丹妮就放在女主那裡 先數了女主角五個劇面 謝安琪四帕四家族 衛斯亞不日成婚宜 余香迎八日之下 黃丹妮獨視大狀 宗雪迎前詞L 很多人肯定是 已經講到明是余香迎 對於你來說 有沒有變數呢 對於你來說 我知學妹也給了她 對於你來說 是 我自己都很支持她 拿這個獎 一來 我說這句說話 不是說她做得不好 其實今年沒有很突出 不是屬中無大將 而是今年 你看到她好幾套戲 提名的時候 那個女演員 都未必是最佔最第一女主角 剛才看《大遠人長久》 就知道了 六個都好的表現 但你不是一個 這裏 始終有少少吃底的 爭獎那裏 其他都是 譬如黃丹妮 其實你說如果計那個角色 佔擔崗的程度 其實楊思榮 陪著黃之華的時間 還多些 最可惜的地方 讀雪大狀 沒有了黃丹妮 如何面對 沒有了個女兒 和這麼狠毒的丈夫 那麵 就變成了 在法庭上 只有幾個表情 但我明白的 主事不是放在她那裏 在黃之華那裏 那裏 變成了一些可惜 其實這個角色 是最難演的 身陷奴獄 又面對一個這麼糟糕的丈夫 女兒又走肉 是 但問題就是 蝙蝠不放在她那裏 就變成了 發揮少藥 是的 所以 一樣 謝安琪四拍四 大家都很久沒有看過 謝安琪在電影出現 你說是否很突破呢 只會利用了 他本身音樂人的身份 所以他演一些要唱歌 或者音樂人的掙扎 當然對他來說 難度不是很高 但是四拍四整體來說 是否真的去到那種 哇 大家看到謝安琪 有很多層次的感情 在裏面呢 又未必 所以剛才你都說 其實數來數去 未必有五部 真的可以很有競爭力的 謝安琪 那個四拍四裏面 適應太迪羅賓的女兒的時候 我都有問過導演 我聽說 怪怪的 當一個離開了家裡這麼久的爸爸 回到家裡 又好像很快接下去 有一次之間 大家好像沒有了一個衝突 矛盾 沒有什麼 我問導演 我也覺得怪 他就說 其實他 其實他 我不知道其他訪問 沒有說過 我說少少 就不像爆他的詩音 其實他 沒有很多經驗 去面對他和爸爸的關係 可能因為導演 就說 可能缺乏了這個 人生的一些經驗的時候 寫出來 或者去建構故事的時候 這個人物的時候 變成有一種缺少少東西 我們普通的觀眾 沒有理由 女兒和爸爸的關係 這麼多年沒見 又這麼多之間 有一種 不要說怨恨 有些矛盾的時候 回來 很快接下去 我覺得這個人是怪怪的 而且本來突然發覺 他最後三分一 四分一 才帶去失憶 或者沒有了幾億 其實前段有少少的顯示 但那裡太隱悔了 突然間可以說一說 這麼大的轉變 演員都未必承受得到 所以謝安琪 大家知道 這次的主角 是一個鼓勵性質 有一樣 我經常覺得 我已經猜你沒有看 謝安琪的電視劇 謝安琪 我有時 以前在TVB年代都是 立一立的 我經常覺得 在他做一些苦情戲 或者是悲情戲的時候 他都是一個很開心女孩的感覺 四拍四都給我 我覺得是這樣 是他很自己的本色 還是覺得 我不用做得很慘 或者我有失憶症 或者面對很多問題的時候 給我感覺 你好像 給觀眾有一個 替你不值 替你傷心的感覺 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謝安琪 做這些戲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是 性格 我想的確是 他不是一個很演員本位的人 他都希望嘗試不同的藝術形式 但始終他未必是 做演員出身 可以嘴咀到一些角色的 或者是怎樣 可以把自己的東西放進去 所以他可能做來做去 都是類似的表現 其實要靠導演去 怎樣幫他處理 可能走回這個性格 去幫他寫 變成是 十八四家屬 經常覺得 幾個人都要包含了 又單親 又有絕症 又要面對 面對 一幕上的事情 有爸爸回來 又走去 那些 只欠他自己的情緒 變成是余香營 我覺得也是余香營 知道他有好戲 但白日之下 可能他沒有特別 相對來說 但我覺得他難的地方 就是 其實他整套戲 要做到一個很堅韻的女性 其實是不容易的 他一來又要有小小故事 他是一個資深記者 都知道人間殘酷 不是我們記者報導幾宗新聞 可以改變到的事 所以有一點點的 但後來怎樣變成一個 知道要公義了 為何要自己都抵受不住了 一定要去報導這宗案件 要追查下去 中間也有不同的人互相 譬如剛才在那裡 追姜大偉 他也對著他媽媽 很不同的 其實他自己也有很多暗容 他一個人是否撐得住 所以有姜大偉的角色 可以融化到他 亦都要怎樣跑新聞 亦都要跟很多東西去抗爭 那件事是不容易的 那件事最欣賞他 如果梁翁廷和他的片 都正正一個對比 梁翁廷就很 這個不是褒便 梁翁廷比較愛怒了一些 你看到是愛怒 而余香瑩就要像你那樣藏在那裡 而你真的告訴你 我怎樣其他人去地道的時候 我怎樣去給回色度的一個reaction 而這個色度是從從大到尾 是沒有脫度的 我覺得是不會刺激 多人的導演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很好的 演劇導演都好的時候 沒有設計一些好呼天場地 或者令到主角說 我做一場給你Solo發揮 沒有的 但是就變成長長 也有個氣場出力 壓住了個場 大家不要脫掉余香瑩 大家就算余香瑩一出來的時候 都留意一下 起這個正正的主角 也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討論 其實學會的時候也有討論過 如果我們試試把這個角色 叫梁翁廷演 其實梁翁廷跟我們相信是演到的 演技上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有時候發覺有一種是台型的東西 是先天的優勢加上 也都是你後天怎麼可以Sustain 就是梁翁廷一定會演到一個記者角色 可能甚至是細微變化 可能他還有多些複雜的東西 做出來 但是那種堅韻得來 也有一點給大家看溫柔的感覺 很陽光得來 也都不是那種純粹很樂天派那種 是余香瑩給到你的 即加上去上貌 或者整個身形 身形 給到你的感覺 就是一個強韻的角色 但是也都不是那種降起 怎樣怎樣 就算他要跟林寶儀那種鬥爭 我明白你見到有時候有些少許弱勢了 因為林寶儀就是大家大惡 怎會有人可以賤價到這樣 他都有一些微微失控那種 但是你覺得很切合這個角色的 其實這個角色就是三十出頭 是已經開始成熟 但是也都未去到那種完全獨當一面那種 但是正正就是你處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對於社會對於未來做希望的那種態度 其實你說可以香港女院員同然幾的 或者相近之力的 其實沒有誰可以做 最重要的事情 刺激的角色時候 就說聽 這個是一個缺失 有些缺失的 就是缺德的記者 他會有些小手段 給錢的那些 去疏通的記者 這個是最好給演員發揮的地方 因為我正義想研的 做什麼都可以的時候 這樣就未必會好看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怎樣設計給他發揮的地方 其實我們沒有提這兩個 反而余香營訪問很禮樣 其實他要貼中雪營的電子L 當然了 不會說貼自己 中雪營的電子L有沒有能夠爆懶呢 即是田詞L現在還在拍攝 我想我不肯業界有多少人看了 通常都是這樣 如果做了兩個月 大家討論有一個熱度 有些助力 田詞L大家都 我覺得很多 尤其是做創作的人 一定會很有共鳴 裡面 就是中雪營 演了大概十年左右的變化 中學生 一泡熱血到最後 讓他知道社會會打侵人 但是他有很多跌跌蕩蕩 也沒有放棄或者變化 甚至最後有一種迷惘 香港好像暫時都沒有實現到他的理想 過一過台灣 因為台灣裡面最尾片的那場戲 那場戲其實你可以有很多解讀 沒有放棄 決定從此改變自己的身份 還是懷面過去 他一定會怎樣 其實那場戲很複雜 他都做到 不過你說田詞L他做得當然很好 他不單止是本色演出 大家近幾年會見到其實 就是中雪營 老市場出現 譬如去年 正義回朗 剪了個短頭髮 做了個串串的美妹 到這裏又做了學生妹 到一個初出來職場的青人 那種 其實全部他都做到 所以如果大家給一個 測板印象 他都是年輕女生 我做回自己 就完全不是那樣 你試試做回中學生 有哪幾個做到那種很懵懂的 我覺得他做得到 而且開始慢慢的 你記得到那種細故 是出到來的 那種是非常難做的 不過田詞L他始終有點卡通 亦都很導演 很過人 他剛才說做創作的人會有共鳴 或者年輕人會有共鳴 相對上未必那樣東西 那麼有一個位置 大家會好像白日之下 看到一些來家也很慘 看到一些院也很慘 但是心很感動那種 就是碰到兩套戲應該會不同 就是保羅觀眾對一個熱血 對一個熱血 滿腿熱城熱血的記者 是有共鳴的 多於一個夢想填詞的L 也沒有 就是紫跟我說 兩套戲的吸引點不足 對於影迷來說 不會不可能 題材上不分高低 始終對於大普羅觀眾來說 所謂容易入屋 會有些分別 你當填車是喜劇 始終喜劇是吃虧一點 你覺得演技是否是柴蛙蛙 但我覺得不是 有幾場我覺得很高分 例如最後去 Free Rider 見宮 那個處境已經被磨蝕了 但又覺得如何重拾自己的信心 大家留意你懂得填詞 我唱歌的時候 他的心情很複雜 我又不可以在聽聽很興奮 但有些東西又扭起了你的心裡 一些曾經有的慾望 我經常覺得中全做得很好 可能大家都覺得填詞L比較少眾多 大家不知道填詞L時 你怎樣去看他的演技是怎樣勢力 有這樣的設定點已經難了 但我覺得中全是做得好 尤其是剛才你說對比起他不是氣氛很多 但我會跟他殺出黃昏病 所以我殺出黃昏的時候 我覺得是很本性 甚至我覺得他做小妹妹的時候 不是做得那麼好 不是做得那麼好 但我覺得他知道時機要怎樣去演 而當他收到一個填詞人 黃昏林導演是一個填詞人 交了半自轉給他演的時候 他加了自己的東西進去 你看的時候覺得 很多人都說 好像黃昏林的一個分身 但我問黃昏林 黃昏林又不是 因為他加了自己的東西進去的時候 所以中全是他有消化到一些東西 加了進去 而是筆塞 就不要說很長 始終都是交給黃昏林 這個半自轉的一個角色 我覺得他是懂得他怎樣去 去計算怎樣去演得好 我覺得是兩個之真 如香英和中全之真 變成都是如香英 說了那麼久都是如香英 好 我們說完女主 留回男主 下次再說 下次回來再說其他獎 點贏